去年最高点涨到183 在183之前的50块钱 曾经报了一个10.5万张的大量 之后在四个半月的时间涨到183块 所以这种低价的转机股 常常在低档爆出一个天量之后 后面就是翻倍的大行情 这种二线的AI股 当然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机的时候 后面恐怕也是倍数上涨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么过了一个周末 台股今天再涨百点 早盘最多甚至涨了187 回到17869 目前录影的时间12点43分 涨105点17796 涨115点 那台积电一家就全家 不只是救了台股的大盘 从一副快要跌破季线 跳空站回月线 今天再跳空一次 几乎就快要回到前面高点的附近 而且台积电也直接救了废半 直接刷历史新高 然后礼拜五呢 挥达NVIDIA Google Meta NMO 还有什么Block Kong DALE 全部不是刷历史新高 就是刷新什么 过去一年多的波段的新高 全部大涨 最大工程 都是台积电 那为什么台电的威力这么强大 因为台电法说 我只简单讲重点 他提到说 未来五年AI复合成长率 都高达五成 都高达五成 简单的讲 如果去年AI伺服器 才刚要出货 未来每年都成长五成 出货量每两年就翻超过一倍 四年之后 就变成现在的 本来是一嘛 变二嘛 就变四 就变成四倍 那个整个 规模量体成长的那个 那个幅度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相关的AI的股票全部抓狂 就好像去年六月份一样全部爆起 所以今天什么 伪创啊 又连续两根涨停 然后技嘉也大涨 这整理多久 广大也大涨 唯一也大涨 美超围 供应链 华太今天早上也创了新高 都是大涨 然后刚提到肉体美超围 礼拜五不只是大涨 单日大涨36% 接近36% 涨是非常夸张 代表就是说市场的资金 整个疯狂开始回流AI股 我想这个 最强主流 这个态思是不会变的 所以我就说未来台股就是两大主流 一个叫做IP 一个就是AI 你就是不断的要在 把资金在这一些最强大的主流里面 来回做换股做交叉的做 自然就可以赚非常非常多的钱 主流就在这边 第一颗IP股 今天才分盘第三天 早上一度压回到373盘中 就拉高到387翻红 那刚刚最高已经来到398 所以从373到398 从低档又拉了二十几块上去 但你不要忘了他在分盘交易 五分钟 今天是五分钟的分盘的第三天 但股价基本上 最高来到398 离前面这个405 其实也没有差多少 这我常常开玩笑说 打个喷嚏就过了 轻松就可以过高 五分钟的分盘 基本上对于盘式走势的影响是不大 最多前面量说几天 大概后面几天就会过高了 我想 股趋势是非常明确的 那从146买到最高405 赚256 59块 高达177 水上股票当初投入100万到现在变277万 最多了 远远脱离成本 上涨 基本上没有压力 所以我就说不必预设高点 而且我说他市值只有268亿 以市新来说 IP 尤其是ASIC这个区块的订单 大量外溢到二线场 包含金利科 具有科 安果都会大量的收回 未来这三年到四年 不敢说他会跟创意 市新一样成长十几二十倍 不敢这样说 但是他的比价空间非常大 因为他的市值只有市新的十分之一 我相信今年 恐怕股价都还有 翻倍表现的空间 目前赚177.75 巨豪科 盘中小涨1% 333 目前 大概涨到大概2-3%左右 涨了7块半 然后337.5元 股价也是又垫高两天 如果今天的收盘可以收到这个位置 虽然说没有过35亿的高点 但他会在实质上的收盘价 他会创下历史收盘价的新高记录 如果可以收在这个位置之上 那我相信要过这个高点 时间也就不会太久 那我们上一次是在 283买351卖一半 大赚68块24% 之后呢就进入 123456 为期六天的20分钟的分盘交易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先卖一半主要的原因 但是没有卖是因为 他基本面真的太好太强 所以我就留一半 我就说留一半给他关嘛 那剩下一半不急的买回来 因为还在分盘交易 权为交割 我要买也真的不容易 等到关出来再说 关出来再说 但市值只有一百二十几亿 只有 市新的连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大概创意的二十分之一 所以我就说这种二线的 AI股 未来这一年两年的涨幅 我认为会远远 超过那些一线的IP股 不是AI股的IP股 因为当初在疫情那个时候 连电一口气涨七倍 但台阶线没有涨那么多 天宇涨二十倍 敦泰涨十倍 但龙头股连勇 其实涨个一倍多就差不多了 总之你说现在两三千块的 市新跟创意有空间 但是你说要再涨个什么好几倍 我认为没有不太可能 二线的就有机会 所以就有颗金医科大有可为 安国呢今日出关 早上就如我所预言的 出关小金补迭卖 果然一度杀到一百二十八块 最低是一百二十八块 就刚刚一度亮灯涨清 一路拉上去亮灯涨清 当然现在又杀下来了 那你不要去追 不要去追 因为刚关出来筹码前几天会比较乱 所以如果你说你想再买安国 来找赛老师 当他上冲下起 出现一个我认为真的非常安全 买的就容易赚钱甜甜的买点的时候 果然带着大家做操作 IP3000克其实去年11月份 曾老师最早喊进 我们确实安国也赚超过一倍 具有科没有那么多 但是经济科赚了一百七七趴 等同三档平均都超过一倍 要操作安国或者经济科具有科 来找曾老师就对了 来找曾老师就对了 以安国来说 目前事实也是大概一百二十亿一百三十亿 所以未来都有非常大的比价的空间 美超尾大涨36% 带动AI伺服器相关的族群全面大喷 最直接供应的就是华太 礼拜五涨8%最高来到63块6 今天再涨6.9%最高来到66块5 还是要66块6吧 最高66块6 一样再刷新波段新高的记录 那我说它是小制度标股 因为股价便宜嘛 当初买的时候不是五十几块 五十几块 大家都很容易可以买个几张 或者十几二十张都OK 买个两三天之后呢 股价冲上去已经超过10%了 它是帮美超尾的AI伺服器里面的主机版 做UMS的代购 就帮美超尾独家代购 所以今年经常非常多 而且当整个AI的server 每年的成长超过五成五成的时候 可想而知未来华太在这一块的营收 就是每两年就翻倍一次 贡献度非常大 那今年估计可以赚5块6 去年也有大概2块8 今年大概5到6块 5到6块 所以这几乎也是一个翻倍的演出啊 那AI相关的部分 本益比大概超20倍嘛 所以你5到6块乘以20的话 那不是三位数字吗 所以当初买的时候 不就是五十几块60出头 上看三位数字 大概七八成到一倍的空间 所以就是说我们 其实在元月一开局 当我看到NVIDIA跟AMD开始 逆着大势逆向创新高的时候 其实我就预言说 AI的股票又将要风云在一起 所以等同是元月一开局 我又再度还进去AI 再度领先市场 上礼拜买的AI股全面大赚了 窗户也是 今天早盘就亮灯涨停 那目前股价还是涨大概8 9% 尾盘可能随时又要再亮灯了 股价也是一样 涨停板刷新新高记录 上个礼拜我们买990 当天收盘小赚10块钱 今天最高来到1100 就已经赚了110块 高达11% 一口气 礼拜五到今天赚了110块钱 何等过瘾 那为什么要买窗户呢 因为他在AI的 导轨不是导航 导轨 就高达50% 也就是说所有 伺服器或者未来AI伺服器 要用到导轨 有五成的人都是跟他买 那未来这一块市场 每两年翻倍 每两年翻倍 那你就知道两年之后 他的业绩 可能比现在又再翻一倍 那今年来说 上看45到50块钱 两年之后可能就100块 所以这个未来的获利的预期 乘以可预期的本益比 我大概我认为未来 半年一年之内 这个股价再翻一倍是很有可能的 未来也有可能成为两三千块的 那种超级高价股 因为他的毛利率 第四季估计就超过六成 过去毛利率就很高 59% 58% 59% 58% 去年第四季估计可以超过六成 那台湾其实你去观察 那一些所谓的上千块的高价股 世新 创意 M31 力旺 或者联发科 或者刚变成千金股的穿股 毛利率都是超级高 4 50% 5 60% 7 80% 或者99% 100%的都是 所以基本上就说 毛利率越高的股价越高 本益比越越高 这是一个股市的很重要的AUC 你要去了解这样的一个常态 那你就可以理解 就是说为什么要买窗户 因为他的毛利率越来越高 而且未来 AI相关的导轨 他的单价更高 利率更高 毛利率更高 单价更高 未来带来的获利成长幅度更高 所以可预期的 我认为本益比 可以上看大概30到40倍 那今年可以上看45到50块钱 所以明年可能就六七十七八十块钱去 乘以三四十倍的本益比 股价空间是超级大 那现在股价是创新高 上档没有任何压力 那今年获利大成长 明后年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如果本益比乘以三四十倍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股价空间 非常非常大 所以像这种上档无压力的 其实我认为都不必预设高点 虽然说礼拜五买到今天 已经赚超过一百块钱 我认为这股票 可能还有好几个一百元可以赚 这个都是郑老师上个礼拜 非常漂亮的AI股的布局 小银帮 礼拜五大涨9.8% 创新高 早上涨4.6% 再创新高 5426的震发 为什么叫小银帮 因为他也是做饥渴的 那去年是AI等于是一开始 拿到订单的都是一线厂 但是当谁的出货量 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这些一线的零五件的供应商 其实也没办法满足客户的需求 所以系统大厂开始寻找 Second Source 所以除了银帮之外呢 找第二供应商就是正法 所以在抢到AI机可订单的时候呢 去年大概赚五毛钱 今年有机会上下四到五块钱 那以二十倍本益比的话 这股价空间也非常大 因为股价以今天来说 就算早上最高点 股价也就是39块 不到40块钱 目前稍微回到平板 大概37 38块钱 股价还有翻倍的空间 礼拜四曾经报了一个 14.9万张的天亮 股本只有14.3亿 收软率超过100% 里面有12万张的当中 可能有人认为就说 哇筹码整个乱掉 但是我要给大家看的是 6.235的华府 去年最高点涨到183 在183之前的50块钱 曾经报了一个 10.5万张的大量 之后在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四个半月的时间 涨到183块 在这种低价的 转机股 常常在低档 爆出一个天亮之后 后面就是翻倍的大行情 当初的天玉敦泰其实都是雷同 华府也是如此 我认为震发 这种二线的AI股 当然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机的时候 后面恐怖还是倍数的上涨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布局的 非常漂亮的AI的标普 最新最新的这档大波段AI股 去年就赚大概8到9 今年更恐怖 不止翻倍 快要两倍 上开23到26块钱 这上幅度相当大 股价月末300左右 上看至少500块 至少500块 所以这有非常大的空间 所以它是中大资金的朋友 重压大波段操作的好标的 中大资金朋友重压的大波段的好标的 所以欢迎大家赶快跟上 所以我再强调的是说 不只过年前 我认为今年 是AI大名大方跟IP股 翻倍上涨的超级大行情 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上 那如果说你想要跟上最新的大波段的AI股票 那我想我今天来不及做资卡 你只要在我们的YT 或者我的LINE上面留言 528加上你的联络电话 我们就可以带大家一起来布局最新的大波段的AI股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产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